各位來關心這位十一號 台鐵自強號的列車 從花蓮要開到高雄的時候 車廂竄出了黑煙 尤其經過山洞的時候 整個車廂是煙霧瀰漫 民眾向列車人員投訴 竟然是沒有停下檢查 還繼續行駛 自強號車廂內一瞬間煙霧瀰漫 乘客察覺似乎不太對勁 紛紛用雙手捂住口臂 越往車廂內走 煙越來越濃 進了山洞之後 情況更嚴重 民眾的口罩飲料杯上清楚 可見一大片漁黑污漬 全是被車廂內的濃煙給熏出來的 看了實在有夠驚人 投訴者圖先生說十一號當天搭乘 自強號從花蓮到高雄鳳山 自己坐在第四車廂 他到第八車廂找朋友時 卻發現車廂竄出黑煙 而且只要過山洞 煙霧就越來越濃 當下向列車人員反映 車子不但沒有停下來檢查 反而還繼續開 讓民眾直呼這樣的處理方式 太消極 根本就是讓乘客慢性自殺 台鐵出面解釋 因為出氣管橡膠街頭破裂 火車加速時空氣進氣量不足 引擎冒出黑煙 經過山洞時 黑煙從窗戶灌進車廂內 目前已經更換零件 排除狀況 結束這場水晶 記者綜合報導